三國游戲 三國制以及三國演藝作為題材 來作為我們遊戲的主軸的 但是呢我覺得這款遊戲和其他遊戲不同的點在於說 它遊戲的畫面其實是相當的精緻 而且呢在對打的過程中 雖然我們玩家是身著古裝 但是我們所用的招數可一點都不古人喔 我們所用的招數呢 多半都是用科幻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這點呢我覺得就已經勝過其他遊戲 相當多部分啦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遊戲裡面了 那麼基本上這款遊戲的玩法相當的簡單 首先呢我就先向大家介紹這款遊戲戰鬥的部分 有關於戰鬥大家一定是超級無敵期待的吧 不過呢我們可以看到在進入到遊戲之後呢 我們玩家裡面的這些部署就會為我們自行戰鬥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剛剛那一招超級華麗的一個招式了吧 所以就像我剛剛曾經說到的 這個遊戲裡面雖然身著古裝 但是呢我們的招數可是相當科幻新奇的呢 好那在剛剛體驗過戰鬥的部分之後呢 再來在組成的部分 則是玩家們可以提升我們自己戰鬥力的部分喔 那麼其他還有一些功能 像是我們可以在看在上面看到 有時候呢在遊戲中只要停留夠久時間也會獲得獎勵 或者是其他一些精彩的活動啊 背包 軍師等等 我相信這些東西都是玩家們能夠自行掌握的 那麼至於在右上角這邊主線任務 則是我要特別和大家提醒的一部分 在這邊呢我覺得它主線任務相當的清楚 也就是說玩家們在點選主線任務之後呢 遊戲就會引導我們去完成這些任務 所以我也覺得這是這款遊戲相當重要的一個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啊如果大家對於三國遊戲有一定的興趣的話 不要忘記一定要到遊戲速播裡面影片右下方的官方下載 去下載這款三國冊 來一起體驗統一中原的樂趣喔 好那我們今天的遊戲就介紹到這邊 大家趕快去下載來玩看看吧 那麼快 我們要先看看 我先要聊一遍 一遍 好了 我先把下載 先把下載 插 我正在以內